由南投线学生组成的团队 日前荣获2022-2023FORST机器人大赛 即FLL台湾选拔赛亚军 预计6月底以南投线名义 代表台湾前往澳洲参加国际大赛 县长徐淑华特别前往光阔国校 加冕这群机器人高手 并受其为他们组合加油 期望在国际赛中能够勇夺夹击 为国争光 我们的团队叫做Nervia 那我们自从2016年就开始 一直都有在进行机器人的比赛 那每一年会有一个新的主题 我们从第一年在比赛的时候 就有获得冠军的这个一个奖项 我们又要在今年要代表台湾 去参加澳洲的一个公开赛 那希望我们的选手都能够代表 我们南投代表我们台湾 获得不错的成绩 非常感谢县长今天摆忙当中波容 来为我们要参加澳洲比赛的小朋友 为他们加油打气 也非常感谢县长 拨了虽然不多的经费 不过是给孩子最大的一个鼓励 Never Give Up团队成员是周元静 黄凯会教练带领 由南投高中草屯国校 广华国校 顿和国校 延峰国校 虎山国校等学生著称 相信他们能够在国际大赛当中大放异彩 2022到2023的FORST机器人的台湾区的选拔大赛 在二月份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非常的高兴 由我们南投县组队 那这次呢得到亚军的一个成绩 那很快的我们的团队 在六月份的时候 即将要前进澳洲去参加国际的一个公开大赛 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透过授旗的仪式 然后让他们呢一个鼓励 然后也希望他们在这次呢 我们静待他们的好佳音 那为我们在南投县的基础的教育 还有我们的科技教育上面呢 都能够做下更好的基础 议员们指出 很高兴看到南投学生组成的 Never Give Up团队获得亚军成绩 将代表台湾出国参赛 感谢县府补足经费支持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好成绩 为南投与台湾取得最好的荣誉 很高兴他们可以 荣获我们全国一个第二名的成绩 他现在要出国去为国来争光 也要感谢我们县政府 跟我们教育处这么努力的帮忙 来帮他们争取出国的一个经费 也是希望鼓励他们在国外 可以拿得好成绩出来 替我们台湾还有南投县 来争取最大一个荣誉 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个南投的 这个学子可以来出国去参加 我们这个国际机器人大赛 我们南投的这些小朋友们 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多元 而且有天赋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 科技这个机器人大赛 代表的是一个科技教育的展现 所以我非常的开心 可以看到我们南投县的孩子们 可以来出国然后来争光 由南投县学生组成的 Never Give Up团队 将在6月底以南投县名义代表台湾 前往澳洲参加国际大赛 县长徐淑花及议员们也预祝他们能够勇夺夹击 记者邱平俊南投市采访报道